前行提搖,上級Omega在座慈航大殺四方 走,這隻體型不錯喔 趴仙奧在這裡只有搖搖搖搖搖搖 走 踢的咬礦甚至引起地方大媽的注意,討厭 你要給我啊 你要嗎 好啊 我先盜住 好啊 這期打算使用水下細夾兒,結果又是如何呢 再來是第二個吊主,第二個想要的是這一個 這個我們叫做老鼠餵 有沒有看到它的尾巴這樣 非常像老鼠的尾巴 然後它的作用就是模仿一些冰石的小魚 所以我打操作的時候,我會盡量讓它像垂蛇小魚那樣翻滾 那我們的掠食者,其實也算是一個投機份子 如果有可以容易取得食物,他們當然是不會放過的 各位,我這邊發現一隻泰國裡 在那邊 在那邊 絕對可以幫我撤一顆尾巴 對 在這一塊 在我 在錄音 對 對 看不到 好 我現在就是 直接把這個尾巴放下去 把它尻起來 靠,飛起來 靠腰 飛出去了 太扯了 太扯了 一隻小隻的 好 這隻泰國真的很兇 它剛剛在那邊 我耳一丟下去 我還沒開始要操動它的時候 就直接咬起來了 然後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耳 其實對它來講比例上算大的 它還是會咬下去 所以說在野外的泰國裡 其實會非常兇啊 那操作手法呢 一樣就是我會往草邊塞 或是 往我覺得比較有魚的地方丟 好 一樣,一樣先丟 丟過去 讓它落在草邊 讓它乘個兩秒 有 中 中魚了 一下去就中 怎樣 一下去就中 欸 我說還沒操作就中了 才剛 剛要跟大家講怎麼操作 就中魚了 … 很棒 會 會 餐 會 那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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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來喔 OK 終於 啊 可惜 跑掉了 剛剛他咬 剛剛他應該只有咬到邊邊而已 可惜可惜 有喔 終於 好 這隻體型比較小一點 好 太過立志 剛剛桌掛位置很漂亮 直接打在嘴唇方便 用這個釣的 用這個釣的 那其實我拍影片拍到現在呢 釣過非常多隻的泰國鯉 但是一直沒有跟大家好好介紹這種魚喔 所以這一次呢 就稍微的讓大家認識一下這個魚 到底長什麼樣子 還有什麼習性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他就是 二名招張的泰國鯉 你看到魚類呢 其實啦 他們都有一個非常大特徵 就是他們的頭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像一隻蛇 而且佔他們身體的比例 算是還蠻大的 所以 他們在英文的名稱啊 通稱Snake Head 這就是因為他們這個 頭部的特徵 那泰國鯉 他整個身體 是呈現 和黑色的 那在肚子的部分呢 是呈現白色的 那基本上每隻泰國鯉的 顏色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不過一些個體喔 在水質比較清澈的地方 他們身上的條紋會比較明顯 那我想啦 是因為 可以增加他們的一些隱蔽性 讓他們可以更好的 跟自然界的景物融為在一起 再來是為什麼 這種理科的魚類 特別是泰國裡 可以在這種 惡劣的環境 甚至是低寒氧的環境下 生存得那麼好 主要是因為他們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構造 叫做塞上器 這種器官呢 可以讓他們 直接去跟空氣 去做氣體交換 所以說他們 可以不必去利用水流 來去獲得氧氣 再來最後來介紹一下 他最可怕的武器 就是他的牙齒 牙齒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嘴巴 斜噴大口 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 打開這個範圍的東西 他都可以直接 一口把它吞下去 再來是 他這裡面 牙齒 非常的利 所以說 獵物一旦被他咬住 基本上是跑不開的 以上就是這個 泰國裡的簡單介紹 希望對大家 有一點幫助 那在釣這個 我一樣看到他咬口的時候呢 我會讓他稍微的 再走線一下 再開槍 因為一樣 他很可能是 只有咬到邊邊 沒有咬到鉤子 走 終於 現在這個線組應該比較軟 所以不太敢開槍開得太大力喔 這隻提心就轉到裡面去 賣照 來 來 還有國裡 左掛位置一樣非常漂亮 夠在他上二的位置 會用這個釣的體型會稍微小一點 可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現在就是釣最後一隻下課魚 能不能下課 就看這一隻了 有喔 中 過來 嘿嘿 下課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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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不錯 這個走過位置一樣蠻漂亮的 剛好打在上二的位置 好 好 請帶來結尾的時間 看一下今天的成績有多少隻啊 來 哇好重喔 喔 今天大概釣這樣多啊 可以看一下 哇靠 好像一樓喔 至少我釣泰國裡的成績裡面算好了 我很少這樣一次再一個點可以釣那麼多隻喔 來算一下有幾隻 我們就不拿出來了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七隻 八隻 九隻 十一隻 十隻 在剛剛送阿姨的總共有十一隻 今天這樣的成績我覺得 算還蠻不錯的 這麼多隻喔 只好拿他們去辦